小时候妈妈对我说 8月8号父亲节 你可要有所行动哦 长大后 摊开亚洲跟欧美地图一看 属于爸爸们的日子不尽相同 庆祝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美国他们会佩戴玫瑰花 来表达对父亲的爱戴 而韩国最阿萨里 5月8号父母双亲共同庆祝 一次搞定 法国爸爸感到最暖心 因为孩子们会做小手工礼物送给爸爸 德国爸爸最开心 一大早带着大木桶装的啤酒 惬意地喝到饱 日本也不赖 爸爸会收到三份好礼 第一是温馨团聚 二会收到子女的亲笔信 三顺便刷背 路后庆祛 无论怎样庆祝 平常虚寒问暖才是最重要的哦 如果今年想要来点不一样的惊喜 可以透过视讯的方式为爸爸祝贺 不但能做好防疫 也可以让爸爸体验新科技带来的感动哦 爱的方式不拘一格 爱的心意永恒不变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